哪怕是最有经验的医生 也会被这个刚出生的婴儿吓到 他不仅浑身长满了尖刺 外表看上去还很像一只刺猬 像这样的婴儿还不止一个 此时于婴房里刚出生的所有婴儿 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化特征 他们有的长了一对翅膀和婴勾鼻 有的看上去就像一只大猩猩 起初医院来了一位奇怪的孕妇 医生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 孕妇的小拇指正在像响尾蛇一样不停抖动 他刚开始并没有在意 但很快像这样的孕妇越来越多 直到几个月过后 孕妇生下了一个奇怪的婴儿 她不仅长了一条长长的尾巴 嘴上还生出了两撇可爱的胡须 医生这才终于意识到 这很可能与近期爆发的疫情有关 起初所有人都以为 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流行感冒 医生自己也没有当回事 直到像这样的病人越来越多 就连医生的妻子也出现了同样的特征 小拇指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抖动 然后无一例外地全部死亡 只是一夜之间 恐慌就蔓延到了整座城市 幸存下来的人类 把矛头全都指向了那些新生儿 政府不得不紧急宣布了防控措施 开始对半寿人婴儿进行大规模捕杀 但奇怪的是在疫情开始之前 这个父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城市 那是一个额头长着鹿角的男孩 父亲在森林里找到了一处小屋 决定带着孩子在这里住下来 他开始修缮漏雨的屋顶 没有桌子就用线缆滚筒代替 再用废旧轮胎改造成一台饮水车 最后再把房屋周围的铁丝网重新加护 防止外来的捕猎者闯进来 父亲很快布置好了一个温馨的小家 他开始寸步不离地守着自己的孩子 没有儿童书他就自己动手话 直到孩子第一次学会了说话 这一生爸爸让父亲的心都快融化了 这也更加坚定了他要照顾好孩子的决心 随着小路开始渐渐长大 父亲开始教他野外的生存法子 听见野兽吼叫就跑开 看见人类就躲起来 他们原本可以一直这样无忧无虑 但人类的飞机还是会不时从他们头顶飞过 并撒下大量有关捕猎伴兽人的传单 在小路七岁的时候 他身上的鹿花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但他一直都很疑惑自己的妈妈是谁 直到他在森林里看见了一只母鹿 他们不但有一模一样的耳朵 那只母鹿也一点都不害怕他 也是从这天开始 小路第一次有了离开铁丝网的想法 他以前也问过父亲外面有什么 但父亲的回答每次都是避重就轻 他说外面的世界被一群坏人统治 那些人贪得无厌只为自己打算 让所有人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 之后就有了像他这样的伴手人婴儿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诞生的 但幸存下来的人类都很憎恨他们 而且一旦发现他们就会被那些坏人抓住 隔天一大早 小路在地上发现了母鹿的脚印 他跟着一直走到了森林边界 发现这里的铁丝网竟然被破坏 小路见父亲没有跟上来 闭上眼睛向铁丝网卖出了一笔 然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小路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漂亮 根本没有父亲说的那么可怕 直到小路听见了野兽的咆哮声 这让他想起了父亲的警告 结果刚一转身就撞在了别人身上 父亲从来没有像这样生气过 他抱着小路急忙跑回森林 直到安全后才将小路放下来 父子俩也第一次爆发了争吵 但是他们现在谁都不知道 危机也在悄然中向他们逼近 父亲慌乱中拿了一个扫帚 等他赶过去的时候 一个鬼祟的男人正站在铁丝往外面 由于距离比较远 对方以为父亲手中拿着枪不敢靠近 他说自己的妹妹怎么丢了 但父亲根本不相信 这时小路突然也跟了本来 父亲连忙让他藏好 但小路不小心弄出了动静 等父亲再看去的时候 内的男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逆势不妙的父亲急忙追了上去 却只在铁丝网上看见了一个彩色丝带 他们的位置已经被人标记了